立正 走路 車子 各位 平安 今天喔 這節口是要說什麼 我們要主題 我們要理論 要來建國 要說這些以前 先說盟國 什麼因素會讓我們盟國 你就知道你不要犯那些錯誤 我們就會進步 所以會比較 我們有一些講義在 這個講義喔 是這個 兩千多年前 法家韓非子下的 我感覺到今天這台影 或是市長 那時候的盟國的因素是四十七條 今天先說 歷史的見證 再來說 這四十七條 可能說不完 沒關係 所以 村的 自己帶回去 家裡去研究 因為你們國外 都 將來是一個主管 你做這個主管的時候 沒數就是 一個國家的皇帝 的國王 你有跟他們反一樣的錯誤嗎 如果沒有就好 如果有你就要改進 事前知道主連的比例 所以這個 子裡建國的方案 說到這個主題建國 先說一個 夢國 這個 尤大國 別夢 在西元前 五九七 就是 離這尊 兩千六百年前 尤大王 約雅金 把巴比倫投降 所以 王 王太后 跟一個大官 敏感的修練 連 連同一大堆的 戰略 儒品 都去 巴比倫 他這些放在那裡的人 都是 國家的領袖 這是發生在那兩千六百年前的事 世元前 五百八年 巴比倫的軍隊 把耶路山洋 耶路山洋就是現在的 以色列的首首都 包圍起來 當時那個 牛屍也沒有了 巴比倫的軍隊 突破了城牆 這棋 這誰死在這裡 死在這裡 死在這裡 絕對沒有了 死在這裡 帶一堆軍隊 走過去 向 玉丹河 那邊去 在耶利哥 扶軍去讓他抓到 敵人 他們 將他的 正兒子 都抵死在他的肝臀 這很讚 把他的兒子 可能以前 比較肚子 四十歲 在他面前 一個一個抵死 還給他掛他的眼睛 再把他押去巴比倫 他就是死的 這死在這裡 巴比倫 這個政福家 對耶路撒冷 焚乘 拆牆 就是說 燒這個 神奇 一些宗教 軍事跟民事的官員 都去拿去 出事 也有一些人去拿去 巴比倫 於是 南國 猶太國 就永遠別忘 那時候是 世宛前 五百六年 這是在說 這是 記載在聖經裡面 所以 記錄 猶大 他忘了 但是 要注意 隔兩千六百年後 在世宛 他救 數百年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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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 那是 的 尤太教的中心 也是 基督教的中心 也是 這種東西 很得主 這樣看著你就知道 這地中海 當然是文化 發生的地價 埃及 吉他 说,人类的起源是由他重拾这一带 起源,再来,再走,再走 现在说,我们知道的事情 知识王朝,别忘了 1683年,这年要记得 今年1683,就是万青来奖学台湾的年 八个,西隆由鹿尔门登陆台湾之后 不用建政就禁台湾 结束了知识王朝 所以,东宁王国 这要解算,这稍等再解算 什么叫东宁王国 跟明朝宗室 万人全部依 伟文武官员丁足于各省难民 分别向驱赶至大陆 内地各省恳欢 过程十分艰辛 这西隆在北约登陆台湾 他怎么在那简单来登陆台湾 台湾那时候,这个东室王朝 第三日文、コ民歌连 李生公 1661年 4月30日 来泗台湾 让他认识王 вечoo jacket 遤 powing 做东室 在1662年 彷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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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 alar 让人们继续,这边是让人们的记录 让人们继续,让人们继续走到百岁 就是现在的雅加达 雅加达,里面有实物 让人们继续,让人们继续,让人们继续 他也不反恐,但是打十九个 这个战争打得很不爽快 我看,我给你分析 让人们的朋友都有一千名,在台南 但是说,派几万人来,派两万五千人来打 还说,打十九个 这样怎么说 但是打,打下去 也不错,算不错 这是头一遍 不中人打败,不中人 但是二十五比一 没什么值得骄傲 但是你要知道,你也是贏了 贏了之后 三十九个做阿公 很高兴 但是没多久 他的大小孩,叫做帝京 是一个小孩,不做阿公 帝京的大母 的阿公 是一个大小孩 是一个大小孩 是一个小孩 来跟这个帝京的说 要请问你是做阿公还是做老婆 这句话什么意思 因为 在生这个小孩的 那个女儿 那个女儿 是跟她说 是第四的女儿 的太太 她说 她说帝十几个女儿 那时候做奉公 我帝一家的女儿 帝十几个女儿是正常的 帝十几个女儿 帝十几个女儿 帝十四的女儿 这个老婆 阿帝京私通 是一个姨姨 所以提前说 看一个 打中一个 不是记的 这个女儿 有一个不好的女儿 所以 招了一个命令 太三的人 太四的 第一,在京卵七八糟 跟她的母亲一起做母亲,这不行 在圣公的老母也不行,你夸到这种什么子 那那个女儿也不行,你怎么可以夸她死 还有小朋友也死,死的都死 这命令就落到 会问近门一带,这种官听得到屁屁 因为当时说很难 要怎么办?要去,准备好了 带一个女儿,把那个女儿带死了 人头就拿起来 当时看下去,那也不行 你只要带一个女儿,我叫你带死的 你带一个准备好,钓兵 以前说在台湾,钓贵盟的一个将军 你去那里做 但是在贵盟那一带,知道说 一定来钓这个人,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防范得宜 以前说,当时就这样,在安平城 安平城是现在的 现在的安平城,那时候叫做Zilandia 热难折成 再去那里看外面 有转周来的时候没有 没有 都转到来看 这个时候,他打扁 以前说打扁,对 有转到马拉利亚子路里的朋友 虐急 不几天就死了 死了 哇,现在还 有转到马拉利亚子路里的 他要打扁的帝经 王位的村 让他这个不好警 没有 他把王位团给他们修帝 现在他们修帝和帝经 帝经在中国 所以说,有一定的人 中官和志士 所以,参省来劲 所以,在时王朝有来劲 劲率 帝经贏 帝经贏 帝经贏之后 帝经前,江压到这个 这个政官之后 他改名叫东宁王朝 东宁 所以你现在去台南 有东宁街 你就知道 那是东宁王朝的意思 现在 拿到这个政官之后 他就开始反攻大陆 他反攻大陆 他反攻大陆 非常不错 很有成績 但是 结果 还是输 没贏 回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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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全市 他的王位 本来是老大小 政客厂 政客厂 有些人 有人在指使 他在努力的 努力的叫政客厂 政客厂才十三个 十三个就带牧了 十三个就带牧了 十三个的这个 政客厂 全社会 政客厂台湾 怎么带牧呢 他叫王后 就是 政客厂的老母 叫他来王公里面 来王公他要买 三首 跟政客厂台湾 这刚才三国英国的 合进去台的 台湾 所以这个 政客厂台湾 乱七八糟 所以 现在 这没有 十三个小孩 就变成国王 就是政客厂 所以 内队有这个样子 所以 在拼牧 有一个战争 西郎的军队来 跟他要战一些 但是战争 没贏 没贏 死去之后 西郎的军队就来到台南 定力 所以 没反抗军 这是原因 这是稍微概算 没关系 占了台湾之后 他跟民主的万人 人 把他送到中国里面 国姓 墾荒 墾荒 墾荒是什么意思 就是 那个地方 很没收成的地方 你要去 骨子 要去草 要去葬 墾荒 这也是 被国姓 啊 郑克爽 他刚才有讲过 郑克爽 祥亲得 他 表明上 弘着 黄骑、汉军公 什么叫作黄骑、汉军公 因为 鸆救人叫作八骑君 有什么红旗、黄旗、黑旗、白旗 我不知道有八个旗 那它是黄旗 汉军公 那它是说 跟北京的皇帝说 我住在北京的天气修炼 我要来我们的故乡福建博 但是皇帝不允论 不允论不允论 也不需要给他做官 给他这个官名 但是没官 没习惯了 没习惯 这样久来 这个家 这个财产越来越久 就说 我老婆 我阿公在这个 福建 我们的地方都有放地产 来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放地产 回来 回来 他说 去喔 你去喔 所以 他脱币两命 派两个人去 阿公有拐数年 他那个座山 都去到庭山 沾而已 一个国家没人去 你不要想说 你的财产还会贴 就没人去 连政客 他这个 所有的财产 都给你募修 不知道怎样募修 各种名租 给你募修 正看上 四个后 虽然有下令清查 但是不了了之 这跟中华民国的法论 同样 欢迎同样 阿公啊 一七二百年 那些财亡也减少 所以 第一次加速 加善耗盡 子孙逐渐衰退 慢慢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所以喔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 情形 但是 死定的人喔 没有一个人说 我跟庭山公有关联 因为 你如果跟庭山公有关联 这个时候早就让你抓去中国了 所以喔 我有一回 高雄庭市家族 要求我来说这个 庭山公司 我都问说 你们里面有些人跟庭山公有关联 没有 没有 没有人啦 没有人说 连逐破也没有 假的逐破也没有 假的逐破也没有 那如果有话的时候 也不敢哭 你如果哭下去 他很害喔 现在没有喔 你再看看 你看看 我说 我说说看 会不会 好 现在 现在跟庭山公有什么关联 还有三四百年 大概 没关系 但是 你 去奉承 以后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再说 二七龙 这个名称大家知道 三七龙是这个 海拆水 他是 赢思泽 手下 议员大将 赢思泽 在我们的北红 有一个 他看到有一个 相片 不是有一个 帖 说人士座定了 有人看到对吗 有啊对了 人士座在那里定了的时候是 因为人士座是海拆头 海拆头他准备要怎么样 准备要对日本的幕府政权革命 这些资料是中国的资料 可信度 稍微等一个问号 但是失败 没想说转十几台前 塞来北港 北港里面 有这个二百兄弟会 什么二百四兄弟会 我们的资料 十几资料二十八战 对吗 二十八战 所以叫做二百兄弟会 二百兄弟会 这些来队就是 这些有二十八的人 最后的那个就是定吉隆 定吉隆 来到台湾 既等年 人士座 四季 现在大家要选一个修令 这算不可以算大家选 地吉隆做 做这个 这个令队 地吉隆做令队 他说 那些 目标不错 他更快去买英国的大袍 他做海餐 买英国的大袍 来 这样子 不准的 也可以让人家选择 他发明一项 公司 叫做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就是地吉隆发明的 他怎么发明呢 他说 你这台阵 你要买保险费 我保险一支枚没你 这支枚你插在准备 保险没人家唱 保险没人家唱 你要交两千年文 一年要交我两千年文 你如果没交我两千年文 我就跟你唱 所以大家就交两千年文 他就布施 这叫做保险 那就是保险 你两千年文交下去 你就没什么 保险 保险 对 这一架百 他这开始 所以 人事贼 这个地吉隆 这样 这样 大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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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昔年 一六数数年 这个万千一关 万千的领导 像汉民族领导的1% 1% 这个1%的人 怎么要打一百八的中国 要怎么打 你不可能打 但是 有方法 因为中国人是落雷的民族 帮他钱 帮他官尾 絕對自己买到头头头头 古一个 这个 吴山贵 也是说 你来做大官 你自己买 这些人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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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北 以汉自汉 我们只知道 以汝自汝 用个敌人来 用个疑人来 治疑人 但是人家说 以汉自汉 用个汉林 台汉林 都会有我们本乡兵来出马 以汉自害 这个情形 就来到福建 很快就过长江来到福建 这个时候 万青派的一个大盆 这个大盆叫做红尘筹 可能百个人很多 红尘筹就说 你来逛行万青 我让你三省总督 三省的总督 我欺贴一个三省总督的银子 在等你 那一直想不想不想 我这时候只有福建省而已 三省是包括广东 广西 福建 我够两百 真好 我够认识 这就是叫做买书 买书以后 他全抗 他全详青 这个详青 他的诚意度是有高 自动献上全民 他全的福建都送给万青 当时在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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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这个万青政府是在骗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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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他这次 这个清兵不要带他这次 结果呢 他说 你老子就在我们兄弟 所以 好了好了 港国的 秘密国 秘密 都是中国人 这次 这期的时候 这个丁仙宫的老母 你知道是 他侯子 田川先生 田川小姐 是这个 日本人 那年刚好 日本开宏 日本女婿可以出国 来丁仙 在丁仙的时候 人家说 这清兵来要选 他说怎么就要选 在家里 这个田川 去清兵 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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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女婿 就是调导主宰 所以 丁仙宫 发誓 他就 把他的 先骨穿的 儒妆 儒妆就是 控制的 儒 儒 设置人的衣 衣衣衣衣 換軍装 誓死抗擎 不然他老买是大清 当时也要叫他 来 来 到底来做大館呢 结果 杀你 结果 他 他老母亲共干 他誓死 要抗擎 这段 中国历史下的 比较少 但是你知道 但是这个 年纪楼行清的时候 清兵的人 叫他来说服 帝政公 不要来翻清 但是帝政公 不在改制道 所以就把 手疗教靠 囚禁 到了 1661年 在其中 岛青的 血亲 祭十一口 董基金 被集体屠杀 你知道喔 做案件不太简单 才一靠 这是算老婆的 老婆那时候 没算是 一体 你认为 这万千这样做对吗 这传统的作法 你这个人背叛 你的名条 来挖我 你也会背叛我 去挖别人 我没给你太子 跟他没刷 太子 这是今天我说的 这个重点 就是说 做台肝也好 做汉肝也好 他的家庭就是这样 宅靠 做一群的探某 这是很好的实力 东西也有 冯熙范 刘国轩 冯熙范是什么东西 冯熙范就是郑克爽 一群的探某 的牛人 郑克爽十三个 他的一个十五个 哪几个叫郑克爽 这是冯熙范 他在唱冯熙 他是东宁王朝栋梁 但是国家没有了解 古代人说 飞鸟进凉公场 狡兔死走狗喷 胶子已经没有了 你更好的弓箭收起来 你就不用打了 没胶子 你要吓什么胶 飞鸟进凉公场 狡兔死走狗喷 狡兔死走狗喷 如果都死去 死去之后 那这些狗要做的 狡兔死狗喷 这是 这是中国文化 就是说 人的利用的借贷就是这些 你如果无法用的时候 就是 自己撕胎 啊 详将 这个 这个 丁京 这种克爽的详将 都想要住在福建 但是 逛行人 没有迁徙的自由 有母子一千六百人 母子四百人 跟兵四万人 全部强迫分配自 山东山西河南 荒芜之地肯荒 这时候发生在 世众也同样 世众 沦往 中国 派人进去 你有三百万 我派三百万进去 要投票 谁敢贏 不一定 另外 另外 你的人 我派你 钓下去 做抗钢 这个 没有钓去做炮灰 现在 我们说 我们台湾人 有钓去做炮灰吗 这些人 要去国建庭做干死队 当时 二、二、八前 中国人来台湾捏兵 捏一捏去上海去接 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 去做炮灰好了 干死队 不死不归 你 不死不归 你 不死不归 你饱死了 我死不归 массa 那国大 的肯方 都是老弱 老的 和 妇人 颠沛流离 甚至 連大的房子都没有 大的房子都没有 但是 这个时尚 一六百五年 一六八三年 他不是来检台湾 8、5、8、6年 山东不正时 黄元义是乎建人 看到这些东宁乡兵 实在身体好 所以带他们去 简单的房子 让他们住 这是一个真有善心的冠冠 万千冠冠冠 但是他不知道上义 这个奉帝的意思是什么 挑冠要给你死的 你自己去家 退退 所以撤职 所以 你要知道 到那个时候 没人会统签你 还有万千的时候有发生两个战役 雅克萨战役 厄鲁特战役 雅克萨战役 先说雅克萨战役 雅克萨是在黑龙江以北 这个台湾的兵派去寒带去捡 那是什么意思 让你保释的 你去洗洗的当炮灰 这个厄鲁特是叫华拉 华拉是沙摩地带 也去那里 去那里就是 就是说要给你释 我才有一种地图 这条是黑龙江 库叶岛 北海道 黑龙江 山北 雅克萨战役 在这里 黑龙江以北 这个战争 其实我们台湾兵表现得很好 那时候暗天 万千的兵是坐这个 苏联兵是坐这个准来 坐什么准呢 竹阀 我们就坐在这儿 温哥带 温哥带 河岛 跟温哥铁 河岛 和温哥带 木阀 上头 在江上 顺流而来 顺流而来 我们台湾兵 全跳的水里来对 上头 下 下顶牌 我们知道顶牌是什么 上头顶做的 这个盾 然后站在水的中间 看这个竹筏来中 吐索联兵的脚 这就真正打败了 但是打败 所有的兵没有了 一个回到原居地 没有了一个回到 就是 万千要让你去死呢 你怎么不死 不是我冲给你死 所以这个就是 你见羽 见书死,见羽也死 这个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一个地图 就是说 瓦拉帝吃了 所以来到这里建政 就是说 去到荒漠之地来建政 台湾这些军林很强悍 台湾这些军林很强悍 因为1646年 以前说起兵之后 到1683年 政客厂详亲 都终38年 让万千吃尽苦头 所以万千人对台湾的军林恐惧 尽量消耗详亲人员 就是把优良的水师派至西北沙漠地带 这是什么意思 你太好嘛 你水军水冰真好 我就给你消磨嘛 派去沙漠给你给你死 用意就是要消灭 正是王朝的军队 你根本不在乎先祥还是后祥 你头前行的 还是后面来导行的 是水书还是六书 一视同仁 沙无色 你要知道 一个国家梦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之前就已经给你拍马屁了 没效 我当你做总统的时候 我就给你拍到很大的马屁 没有效 你告示中台 一视同仁沙无色 原因无他 国家已经忘了 再也用不到像修来馆的方式 这修来馆就是 当时万千要吸收 这个经常说的人 我这边 就做一个修来馆 就是你来 我就给你担担多 让你有买骆 让你有好心水 这叫做修来馆 现在不用了 这些修来馆的人 也处事了就好了 他们怎么 先想 后想 都属于反清人士 有何区别 也不用区别 所以说到这个 所以说到这个 你先逗行的 跟后逗行的 有什么不一样 你都是反清人士 所以 你要注意 现在这个中国 在台湾的人 遭受 这个 国民党的人 以前 反共抗恶 杀猪 拔毛 如果黏着 总是 你看 这就是把你寻得很清楚 不要说 我以前反共 杀猪拔毛 我现在不杀猪也不拔毛 那你就要给他拔毛 你就要给他拔毛 你就要给他拔毛 所以你要知道 你都属于反清人士 就是反中国人士 你妈应该 你以前 对中国也不好 我怎么就留你 对吧 你如果国家没空 所以你现在注意 这是历史的见证 历史最安全 这不是外边的 你该相信 所以现在的人 你要坚定立场 不要做抬肝 不要做抗肝 我以前是台湾后 自己是被子的遗迹 彻底消灰 完全 自己成功的临寻 遗物 彻底破坏 所以我们把他的母骨抖起来 破坏地理 对 但是 骨抖起来 美其明 这个骨抖起来 骨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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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静孝道 台湾人 受骗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个习惯 叫做 骨抖 骨抖起来 其实 腿 我们上当 那保抖我们家 也腿 怎样 我小时候 差不多初中 我们家主持我们 阿公的母亲 在那里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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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那是母亲大人 都起来 我就说 我小孩 我一个人 有点缘 我还有一股骨抖 我们阿公 他说 他说 现在有头 有手 有脚 这样好了 所以那一支 不用抖 我说 我看一眼老伯 把他拔下去 他说 怎么可以这股骨抖 也不可以抖 这没有意思 人日土为安 我们就去 去牵牧 去挽掘 所以 这个 这个牌疾管 是完全 条线流来给台湾 台湾人 头线 小派去 想说 喔 在黑牧的人 喔 明条的大冬 大家都在黑 其实黑黑都给你担心 好像 在市 在京 在成功的牧 有自己处理 也不叫 当时的家族的人去探班 没有 就做一个 表面的牧 给你看 主要就是 这两股骨头 不能让你放在台湾 你放在台湾 成为 反清的 根据 所以 现在说起来 这两股骨头也很危险 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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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断正式一脉 断送明氏 夫妻之望 达到 过年复仇的目的 但是他不叫他是 憨民族 所以 以后人叫他憨憨 这两股骨头 这两股头是 在台南 原宁静王朱树桂 的王宅 改成台南天后宫 但是你注意 台南没有 有天生公的庙 如果有 是 日本时代以后 才去的 万千的时候 绝对不必要自己去 你怎么可以去天生公的庙 所以 十七年后 渐台湾十七年后 全 决出 棺木 离去台湾 但是你如果看 好像表面上不错 有幽默 但是你看万人 对付天时的遗族 你就知道说 千目只是 对台湾抗清活动 釜底抽薪之际 毫无善意可言 你看人的 你看一个人 不是看 看表面 你要看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 较深 真的不好 所以不是 所以这个万千对台湾不好 他对台湾处理的原因 冬和冰千年 都要牵着 所以 所以 一些台湾的大股要注意 以汉治汉的策略 要采取以凡治汉的策略 以凡治汉 凡有两种 一种是台湾的凡 一种是外地来的凡 来治汉 就是说 要把你统治台湾就对了 移民政策 把台湾人刷去中国大 消除民政庙余建筑物 改葬千坟 更改地名 第二名很多 凡多 更万千的名字 隔离封锁 严禁内地里 人民众浅渡台湾 跟台湾隔离起来 中国的移民不可以来 这不可以来有什么好处 因为中国实在很乱 来台湾可能 人家说台湾隔离封锁 来台湾可能有更好成功 所以那时候一大堆的人 买来台湾 刷下去 万千的官员 横行 贪官横行 这个横行 中间是 佔七千五百家的土地 那时候台湾的残 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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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是不是 贪污贪得很贵 这不算 现在的 运行 常常都用掏空 一百亿 两百亿 还是上千亿 掏空 这个意思是同样 一大堆 还有一大堆 两千余奖 所以这两个人 夹起来 台湾的残 百分之五十三 就可以让这两个人 增掉了 所以你要知道 台湾人还生活在港口中 他还要贫富的人 每年到一千两百亿元 这个政策到四十一年之后 西隆四十一年之后 他停记 所以 那时候有一个提督 台湾霸市抽税 贪财磊磊磊 其罪应斩 这罪就要斩 但是空虚皇帝 只会把他钓过来 惊醒就好了 就是欢迎他开的 这就是欢迎他开的道理 幽带 农国家的下场 是都虽然占有台湾 韩座民来台 但是对条州汇州人来禁止 因为条州汇州的部分 客家人那么多 所以禁止客家人来台湾 但是客家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住的 不住的远太住的 龙岩 这台湾 比较爽口的地方 要来台湾也比较困难 所以来台湾的人 这些河路人比较多 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青鸟派来干 三年一年 六年一瓶 没得带女孩来 看台湾有的抑郁 香港市民通敌的方案 知道要压迫 所以台湾尽情 黑暗的万千通敌台湾的时间 三年一瓶 所以台湾有这句俗语 三年干两年瓶 做三年的干 可以去台湾做三年的干 两年来里 你就要把他摆在那里摸摸摸 三年干两年瓶 还有三年一瓶 五年一大乱 你要统敌台湾 台湾我们就给你换了 三年一瓶 五年一大乱 我们现在说这些事情 就是够期的情形 够期的情形 我们要如何奉祀 奉祀这些盟国 以后会有种种不良的事情发生 我们有讲义 有四十七条的王国的增长 那大家有 没关系 但是看这个 这些 我也把它放在 放在power point 里面 这四十七种 就是 凡人主之国 秀 加大 全亲的沉重 则可亡也 又加很岁 又加很大 就是说 你后边的人 国王后边的人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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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乎他不重 啊 这个 他自己的官 不够重 啊 他的手下的人 又 又官又重 可亡也 这个 会忘 不是说会忘 就一定忘了 但是这种情形 你做一个丹尾主管 你就感觉说 你的 你的保障 骗你更大 要注意 你这个 这个问题 会参成 很可怕的后遗症 这概率说 国家弱小 臣子权重于君王 君主 势力大于君主 可能灭亡 这四十七的第一种 第二 简法禁 而物谋律 荒风内 而持交援者可亡也 这是说什么 不重是法规 只在意计谋 不理正事 只找外援 可能灭亡 这说很清楚 你不重是法规 我们现在是法理的建国 法理 你要注重法理 你不重是法规 只是注重计谋 不理正事 只找外援 你要找人帮忙 这个孔会灭亡 群臣为学 门子浩辩 三谷外积 小民幼障可亡也 他说 君生 研究学术 研究学术 他说这是不正义 贵族 贵族子弟 好争论是非 这是内斗 雄林把钱放在国外 现在 台湾钱也是 很多都怕在国外去 就是这个问题 平民失斗严重 这是可能灭亡 这是第三谷 第四谷 好官室台 台械坡池 市车福气完好 霸露百姓 钱兼货财者可亡也 这个 这个概算是这些概算 君主爱好华丽生活 压榨百姓 浪费资源者可能灭亡 有什么人是这种 马英九 他这样嫁得很爽快 对吧 八是嫁得很困难 马英九 马英九 用十日鬼神信仆字 而好祭祀者可亡 他说君主迷信可能灭亡 这悲心 这悲心 这悲心更严重的就是 你要听三公的话 三公轻轻轻轻轻轻 你就要给他一百万 再轻轻轻轻轻轻 你如果没法 你的安专忧 有安专忧 每天都 那叫他这些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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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你返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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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用十日是鬼神 信仆子 好祭使者 均属灭亡 听以绝不待参业 用一人为门护者可忘的 从我绝位高低 来决定见言是否采用 你做什么大冬 你说的话会会心 要做小冬 话会会会不心 你要去考虑他说的话是不是实在 采用一个人的意见作为资讯来源 可能灭亡 这要注意 这就是说 我有一个金小刀 他说的话都好 对啊 要注意 你要听很多人说 这是2600年前下的文章 那时候的事情发生 我们这时候来做参考 以后我们的人都是在管理国家的人 管理国家的人 你要有一个地色 东西这样就会灭亡 那我们想办法 那我们有哪一条 我们犯得多的 我们犯得不对的 这 刀记可以重求 绝入可以获得者可忘的 好 国家的官都用利益来买 用权势来买 可能灭亡 要做一个财政部长 我这样 出三百万 三百万不够 出三千万 我就做财政部长 买官 如果有这个情形的时候 这个王调完蛋 这是健康的官方 第一 反心而无诚 柔弱而寡 好恶无觉 而无所定力者可忘的 你说君主处理事情 决断慢 都没完成 对不起 转弱 没判断 好坏 不会判断 拿不定主意 可能灭亡 就是 我们说当机立断 你如果没办法当机立断 你这个 扮这事情 你就扮不好使 再来 好贪而无厌 尽力而好得者可忘的 君王 君主 贪婪无度 爱占小便宜 可能灭亡 我说一个实力 这个 我们台湾不到有四万万一户 对吗 四万万一户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原因是 原因是这个 陈宜 本来台北 一户文 因为 给 中华民国 说 他说 不能用日本钱 我印一个 台币给你 这叫做旧台币 现在叫做旧台币 那时候叫做台币 台币印给你 一块台币 就是日本一块 特别是世界台币 日本一块 等于美国 两块 我们立北等于美国一块 大概这个比例 所以台湾籍也很有价格 现在 头一天 就去 这个 这个 叫 叫人去 New York 因为台湾的 印刷机会 不够好 去New York 去印 来发行台币 发行几万 二百六十万 为台湾投告台湾 发行二百六十万 但是你知道 在发行的头一天 有一个人 拿一百钱来 来夾文汉 这百钱多少钱 这百钱 如假包含 纽约印的台币 所额三百万 那这个台湾文汉的当事厅 中间你看一看 我今天才发行 二百六十万 你哪有三百万 你这些人 你说 我是 行政医医长的人 行政医医长 就是 资本 所以 我们台北发行的头一天 就贬值一半了 买到四万万一块 我自己 四万万一块 什么意思 就是 你有一台便士 够到二百万 我现在用五十块再买 那就是什么意思 你看你多钱 你台湾多钱 四万万一块 这是世界最大的穹案 光明正大的抢案 但是这一步 叫一个人 黑了 什么人 中间赶 中间赶 中间赶怎么黑 他说 但是 这台湾 这台湾 没那么多钱 我现在又来 我要印一张钞票 这个钞票 叫做金元券 as good as gold 这是跟黄金一样的好 你们家的黄金 如果没有拿来兑换 我就要给你枪毙 这中国在做这些事 金元券 所以很多人就拿 不准去拜堆 换那个 一张钞 那张钞 叫做金元券 这个政策 这就是贪心 为出发店 四方一年外 半半 没人要去金元券 金元券就没效 今天都去 就很快就拖去 拖去 拖去之后 很快就叫夏野 这金元放在上海 的温行 他就跟他温帅 有的人说 温来台湾 你们台湾的黄金 都是台湾 我们中国的 是 我们中国的脚头有点想 一九四九年 中国很慈善的时候 中华民国很慈善的时候 也有可能 共产的部队打来台湾 台湾怎么办 你把这个黄金 要放在台湾 还是放在百尾 中国的脚头有想 统统拿去国家 这个东西我得到另外一个所在证实 有一次 我听到一个 以前在厚厚时代 做李登辉学校的校长 叫谁下来 凯特格兰学校的校长 陈思梦 陈思梦 陈思梦说 他去 新店的 黄金 儲存的地方去看 他说我看到一堆 金拔 金瓦 金杯 你这什么意思 这纯黄金的 好买买 要走下去了 像这些 你还要贱借 还要称重 要啰哩啰嗦 那些都拔来台湾 所以这贪心 所以贪心的时候 把这个国家也没去 这是实力 贪婪者无厌 君主贪婪无度 爱战小便宜 小便宜可能灭亡 就是中华民国就是 这样别忘了 这是基因 第十 他 习引而不周于法 厚便说 而不求其用 烂闻 烂于文历 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 他说 君王爱努释 没收法规 爱扁论 不知道实事求是 追求表面的华力 不顾实质功效 而能灭亡 有人吗 也能借到吴敦义 你看看 这要注意 虚伪 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设计这些 这些是2600年前人生的 所以你要注意 那种事的地毁 法家的智慧 已经到了这些 这些人还在犯错 保死不活 浅薄而易见 肉视而无常 不能周密 而通群臣之余者可亡也 君主的书相单纯 藏不住 泄露给群臣 国家的机密 可能 可能亡 可能灭亡 做一个 你做一个修理 有些事情不能说 你只要说 藏不住机密 这就是 坏事 你没法度 维持这个国家 你没法度维持你的担位 这些可亡也 很刚而不合 富恋而好胜 不顾设计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 你没法度维持 这些可亡也 很刚而不合 富恋而好胜 不顾设计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 不顾设计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 不顾计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 不顾计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 你任意的可能灭亡 这就是 要注意 我们这个文章 要设计一遍、两遍、三遍 聊聊到你的台阔里面 主连会参行一个地位 四交远而临近者 孤强大之旧 而主其所迫之国者可亡也 君子依靠强国援助力量而怠慢 欺负邻国可能灭亡 一个王 叫北国来帮你帮忙 去祝福 隔壁可能灭亡 这就是 他后 你处事的 的度力 你不能说 我有朋友 可以帮他祝福 要祝福三天 要祝福三天 要祝福 这不是 人也可以找一些人 来给你保护 这些事情 这种理论 极其法家的处理 什么叫做法家? 法家有几个人 最出名的叫做商鞅变法 商鞅是什么人 他其实是卫国 叫做卫秧 卫是保卫的卫 不是卫进南北朝的卫 卫秧 卫秧 这个秦孝公 他的国家秦国 历年来都战争都熄起很多土地 秦孝公说 这样 我来征求天下明事 这些人可以来帮战我 给秦国 并且奖国 征才令 这个征才令 发出去之后 不 征才令 叫大臣写这个 征才的功课 大臣就说 我大臣 建国以来 以前哪个哪个房地 当时 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更强 所以 要来找群臣 这秦孝公看到 这样不行 没生意 他自己解释 他怎么解释 他说我 尽管 最近 跟人手前 输去河西走廊 我输去这个关系带 我输得很累 我 要求 一个有材料的人 他说 来跟我 来让我们的政国来奖起来 OK 大家来 处理事情 你来共享情果 结果 结果这个 未央就出现 未央出现 未央出现的时候 他说 我用这个法 法家的法 用法 来给你抵立 什么东西都用法 因为他用法的时候 他说 很困难 现在 法 做下去 会障碍到谁 障碍到 你的重要的大神 会利益 会加速 甚至 秦孝公 你的亲戚 也会障碍到 他说 想想 好 为了政国 凶起来 这样下去做 不过 没多久 在这个政国 就发生了 增水 要在这个 做产 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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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内渡 退来退去 是几百人 是 还是几千人 结果 上阳就派兵 给人捏捏捏 打七百的人 四行 这个打四行 后 秦孝公 算虾佩 来给这个 上阳 他说 摩咪人 你不要打四行 可以吗 这个 上阳 早一早就知道 放在下阳 所以准备一张阳 跟大神 你把这阳阳交去 转 他这阳阳交去 秦孝公 秦孝公 这位阳 大家要抬他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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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所以 没法 但这个时候 我可以自己亲身 去走 跟秦孝公公 你到底 要特色这个人 你可以命令特色 我就会给你遵守 但是你如果命令特色的时候 这个阳 没得到一阳 没得到一阳的时候 都破空了 秦孝公 就说好 照你的方法 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太子 做一份太子 切肉 这就是 为什麽 为什麽 为什麽这个 商鞅变法的成功 商鞅变法成功 到什麽程度呢 但秦孝公死去之后 所有受到在害的一些大神 包括这国王的 秦孝公的哥哥的平均被刮 平均被刮 就是異性 平均被刮 起 起这个 商鞅起到不死去 现在秦孝公死了 哇 这样好 等我唱唱就该告 这个魏阳 他叛国 没理由就该起诉 没理由起诉 魏阳 他说 按这个国家拍拖 走 走 要去走 走 要离开秦国的国境 要离开秦国的国境的时候 要去律师去拖 律师说 拿身份证来 他说我不去带身份证 他说你如果没有带身份证 你如果犯罪的人 我受了你 我也不败 我自己 共犯 并非 你的犯罪 如果说要斩头 我也去用斩头 所以我不能给你拖 这个变法 这叫做法自闭 做法 做得这样 厉害到那些天堂 连自己都走不开 买手 有商鞅 让人五马分尸 什么叫五马分尸 就是五指买 五指甲 五指甲 这个甲头 二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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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甲 做一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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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跳跪 五马分尸 这种的刑罪是最重的刑罪 不过这种刑罪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 人应死了 才给你五马分尸 一种是人摸的时候 给你五马分尸 所以商鞅 商鞅 四个五个 客人五马分尸 五马分尸 我 我的 有 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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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们在说帮 有 优点 他的这个优点 是在 他跟他买手 又串一台下去就是 寻始皇 又串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 秦始皇起来 因为他自己根基做的好事 秦始皇才有法度 来通议六国 他都说七国嘛 他通议六国 六个国家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 这个国家 勇于公斗 如果司令的斗争 没有 所以国家政共 政共 才有法度通议 所以这个法家的优点 你要知道 你看到 你政法的人 做法自闭 就是说商人做法自闭 其他 法家的人物 还有 韩非子 韩非子 就是夏季比文有 四十七条 但是韩非子的 快点是什么 大字 说话说话清楚 所以 不得重用 还有其他的人 但是 韩国法家 就是 当时 春秋建国时代 要通议 诸国的 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 我们今天 把 这种方法 拿出来 公开来说 让大家有 这个资料 研究 我们做的事情 对还是不对 如果对 就继续进行 如果不对 要怎么改进 我们就有 一条一条 要再几分前 我可以再说一句 这是 外国人 在本国为官员 将大量金钱放在外国 但是他参加国家大使 就是 重要的会议 感谢人民的生化事务 这种 的时候 会忘国 就是外国人 我有 美国的 居留权 我是美国国籍 那 来处理台湾的事 这种人 他把资料 已经放在外国 大量的资料放在外国 参加国家的台湾 还有 感谢人民的生化 这种国家 会买 有没有 现在进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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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不是我生的 这是2600年前的人 生的 对吧 这 这 好 很重要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会犯 这个错误 我们现在先说出来 这种错误 会让你的国家 会忘记 我会想 我们的时间也够了 我说要吃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这样厚 谢谢